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懂于衷 男人爱不爱你 不在于平时对你的百般殷勤 而在于吵架时的表现 分手见人品 吵架 显真爱 爱你的男人不会用最狠的话伤你 最亲密的人对对方的软肋了如指掌 有的男人和女人吵架后 在家里的微信群里 朋友圈里歪曲事实 一个劲地说女人的过错 有的男人生气骂女人见火 或进行人身攻击 还有的男人把女人掏心窝的话甩到他脸上 甚至侮辱对方的父母和朋友 两个人吵架不奇怪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互相伤害 吵架的时候双方就像两条野狼 互信咆哮 脾气失控 爱你的男人在最生气的时候还是会顾及你 会忍住那句最狠的话 不爱你的男人只顾自己的感受 句句都像你最疼的地方戳 爱你的男人会主动哄你 有的男人平时宠你 吵架后就算你泪流满面 他也可以完全忽视 忽忽大睡 或者若无其事地玩手机 有的男人明明知道你在闭门窝火 自己摔门而出 给你下马威 还有的男人更适合女人玩心眼 打冷仗 等着女人给自己服软认输 这些行为中 哪有爱 只有冷漠和斗争 真爱就是没有理由的心疼和不设前提的宽容 两个人吵架哪有对错之分 爱你的男人不会斤斤计较的 他会主动打破僵局 下楼买块你爱吃的蛋糕 天冷了 叮嘱你多穿衣服 给你倒杯热水放在床头 爱你的男人舍不得看你伤心流泪 他会先道歉认错 反过来安慰你 为你擦干泪水 爱你的男人不会让你深夜失眠 暗自伤神 并会想方设法 化解矛盾 让你安心入睡 爱你的男人会避免再犯 有一种爱叫做为了你而改变自己 争吵风波过后 不爱你的男人会长出一口气 草草了事 爱你的人总会坐下来和你促息谈心 交流下双方生气的原因 找出最好的妥协方法 如果双方因为家务而吵架 爱你的男人会认真地反思自己 体谅你做家务的辛苦 下班后主动帮你洗菜 倒垃圾 如果是双方生活习惯的问题 他会感受到你的关怀 也会主动去改掉那些坏毛病 尽量少抽烟喝酒 有时候 两个人因为家务 生活习性 钱 脾气性格等问题 吵个没完没了 多半是男人在吵架后敷衍一下 过不了多久 依旧我心我素 原心毕露 如果男人爱自己的女人 珍惜自己的女人 就会主动化解矛盾 而不是一犯再犯 挑战女人的耐心和底线 男人爱不爱你 吵个架就知道了 在自己的爱人面前 女人喜欢撒娇 喜欢不讲理 这是女人的一部分天性 很多时候 女人心里也知道自己也有错 就是嘴上不肯服软 爱你的男人 了解你 不会用狠话逼你 爱你的男人 懂得包容你 不会和你斤斤计较 爱你的男人 心疼你 不忍心看你梨花待遇 男人爱不爱你 别听他平时的甜言蜜语 再多好话 也弥补不了吵架时对你的致命遗迹 别看他平时对你忍耐呵护 多少男人吵完架之后就心头没路 也不要听他吵架后的口头保障 要看他愿不愿意为你做出实际的改变 确实啊 很多时候在感情当中啊 我们平时呢 或许一切都很好 但是在吵架的时候呢 如果作为一个男人不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者说为自己的女人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性格 然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没有一点忌讳的话 那真的是证明不爱 因为再相爱的人 再熟悉的人 你也不能够去把狠话全部说出口 因为你说的一句话 说者无疑 但是听者是很伤心的 对吧 所以呢 爱你的男人会在吵架的时候呢 会更多的去换位思考吧 好了 好了 善妮每晚都会给你讲一个故事 如果你想听到善妮每晚给你讲的故事 善良的善 尼姑的尼 也就是我的名字 善良的尼姑就是我了 记住我了吗 好了 各位小耳朵们 我们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善妮 窗外的麻雀 再跟深感想多嘴 你说这一句 很有夏天的感觉 手中的铅笔 在纸上来来回回 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 就当你的滋味 把连你都想了解 初恋的香味就这样 被我们都寻慰 那温暖的摇摇 深感的草悲 你说你舍不得 知道这一种感觉 停下几年 我的爱一首脚像鱼水 原子落叶 被我的思念后后遇一遍 几句伤悲 也无法折磨的热情流血 你只剩在我时的每一夜 你像今天 我的爱一种就像余生 就太蝴蝶 像是你特别的美丽头颠 我接着些 那么永远爱你 写天生的结尾 你是我唯一逍遥的了解 你像今天 我的爱一种就像余生 看着落变 对我的思念 我狗一滴 结局是非 变入一大墙 我狗一滴 我狗一滴 你只剩在我时的每一夜 那大门 我到岁 进步了 这个体验 和你的脸 看着上天里手头的缓解 你突然 我狗一滴 起立下来 我此刻 却只想亲吻 你却长得罪 雨下 在这些 别 这下一个 你有什么 谁 缘子落叶 跟我的思念 后过一遍 几句伤态 也无法将我的热情浪漩 你只剩在末世的眉眼 这一夜 我的爱艺术就像雨水 长太多叶 像是你完美的美丽的天空 你只剩在末世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 你像我每月相遥的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